幸福不远了 我准备好了 冰住呼吸 倾听着空气 有浪漫的声音 谁的心情 转转而动听 像微笑的飞机心 命运的时长 我相信会指引着我 和爱相遇不可思议 的剧情就像未知的旅行 幸福不远了 这一次要勇敢好吗 相信爱是美好的 幸福不远了 终于内心的选择 幸运在不经意间 突然出现了 幸福不远了 坏天气消失不见了 缘分天空又阳光照射 幸福不远了 心跳声在提醒 爱情慢慢靠近着 这一次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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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不远了 快天气消失不见了 缘分像阳光照射 幸福不远了 心跳声在提醒我 爱情慢慢靠近着 这一次我准备好了 这一次我准备好了 从今天开始 换我追你 你从来买杯咖啡 你都能跟着勾的 我对天发誓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不是辜负我 是别辜负我们家二丫头知道吗 凯瑟琳不喝咖啡不吃三明治 多有改煲汤 你要喜欢喝 我天天都能给你做 天天做 那不是太辛苦了 我可省了 多天晚上 她一个人喝得烂醉在大街上 还好是遇到了我跟大叔 我给你带了解酒一奥 你要需要的话就吃几天 放心吧 陆联安没事 抑郁 全世界都抑郁了她都不会 现在是我有事 好吗 你也不回来关心关心我 好好好 你心情不好 大家待几天没问题 但是素素啊 你老不去舞团也不是个办法 我姐她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你好好休息 谁啊 回来 龙哥 怎么着 知道我家里要跟我同个约见 是不是 白叔在吗 我想早下帮个忙 白叔不在 那你可以帮帮忙吗 我 帮你什么忙 你这个可别帮我给白晓 就别跟他说 是我让他做的就行了 这什么东西啊 你不会害我吧 没什么了 龙哥 你有空的时候 就记得给他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啊 回来 回来 这个忙的 最好还是白素棒 你进来等一会儿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来来来 进来来来 等一会儿啊 龙哥 我要不要先回去好了 我都喝点胡茶了 白素贵没回来 他肯定来 北京现在堵车啊 别着急 再等一会儿啊 来 再喝一杯 我跟你说 我这茶特别好评 所以我都不安心 来了 你看 我也骗你妈 真的是她来找她帮忙 帮忙行 五团我不去 行行行 先不说这事 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麻烦你把这幅画了 给你大姐送去 让她把它画完 对 我想过了 白嫂不敢追求自由 是因为她以前失败过太多次了 就像 她想当画家 可是你爸爸不让她 她想追求爱情 结果李穆勒讨婚 她现在 终于鼓起勇气了 她直直 想要追求她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结果 现在李穆勒又回来了 所以她害怕了 宁愿回到过去 回到家庭和社会 给她安排好的角色 没错 她在我身上只看得到自由 她看不到未来 虽然她觉得我的生活 虽然很轻松 可是 没办法给她安全感 你又分析这么半天 解决的办法就画画了 这幅画呢 我已经打好了底色 剩下的细节 是你几个最擅长的地方 她只要把我画完 我拿给画到老板就行了 然后呢 我姐就能当画家了 未必就是要当画家 重要的是她能得到认可 我觉得你姐之所以 长期以来 自我压抑到这个地步呢 可能就是因为 这么长时间 她喜欢她在追求的东西呢 不仅没有得到回报 甚至连鼓励都没用 其实对你姐姐来说 绘画是她一个梦想 可是 这也是她压抑的开始 所以我只想要帮助她 给她一点鼓励 给她信心 自信 让她鼓起勇气 去追求她想要过的生活 还有她想要的感情 不管她最后 有没有跟我在一起 这么一看出来啊 你对我姐的感情 还挺深 我只会在窗户中最可怕的 不是没有梦想 而是有了梦想 然后你还不敢去追求她 说得太好了 白手这么做呢 还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她从来没有得到 任何的支持 但是有些人 从小到大 顺水顺路 现在仅仅因为一些小小的 挫折就消极 实在是太脆弱了 陆陆 就从你对我姐的这份心 我白苏提你到底 不就帮我姐重见自信吗 这件事交给我了 谢谢白苏 谢谢老哥 但你千万别告诉你姐姐 我拜托你去的 为什么呀 这可是帮你大打加分的机会 还不是因为你啊 像你以前跟你姐说 陆连洋为了她自暴自弃 害得白勺 现在躲透都来不及 这样啊 不过你放心 就我这八面玲珑 伶牙俐齿的 肯定能帮你门天过海 龙哥 什么叫 就是杀头了 你说谁傻啊 没没没 我特别 你过来 我保证我 我没那个意思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别乱来啊 你 你 跑什么跑你 你 我的画 我的画 你下个画 我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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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那个凯瑟琳 她特别喜欢字画的 我这不是想讨好她吗 咱家就你有这水平了 姐 帮个忙呗 这一看就是陆六安画的 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吧 不是啊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不去舞团 跑我这来了呢 这一看就是陆六安画的 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吧 是她让你来找我的吧 不是啊 不是啊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不去舞团 我之前是有找她帮忙 可是你那么对人家 她现在恨无极我 就不肯帮我了 姐 我跟你说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的舞蹈事业就完蛋了 真的 你说我这脸 是不是也就白整了 咱辛辛苦苦学了那么多年 不也就白学了吗 大叔现在是只肯帮她姐 不肯帮我 我们俩分分钟都有可能要分手 会的 宝贝 姐姐帮你画 姐 那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我这是捡了个宝啊 自从你到我这儿来了以后 我这生意是越来越好 是因为老板 你肯给我一个机会 如果你合伙人没看上我的画 也没跟我订作品的话 我也不会在这儿 你还有我给你机会 就凭你那张艺术区的幅画 有多少隶书画廊的老板找你呀 绝对是专业水准哪 我不是专业的 我的确是业余的 我只是从小有很多兴趣 想多学一学 但这些东西啊 是没有结果的 没有结果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自由 你不自由 你不自由 我这世界上 还要自由的吗 你啊 你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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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自由 我爱你 我爱你 那时我真的觉得我可以 可现实却总在提醒我 不能再继续不切实际下去 这是我最后一幅画了 其实我很高兴 在最后这幅画里 还有你 你先 我看起来怎么样 傍着呢 你得先跟我发个毒誓 干吗 待会儿你见到我爸妈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离开我 发生什么事情 我又不是没见过他们 你说一遍我得录下来啊 你还认真了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快走吧 爸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非跟你离婚不肯 你嫂子没这个剧我 我都忍了你三十多年 有没有搞错呀 忍我 我忍了你三十年好不好啊 你忍我 啊 他为会儿啊 你不看看你自己 你 你从事都不合复 什么 你说什么 我再说一遍 你给我再说一遍 你给我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拿 你 你再说一遍 走走走 你不肯一般见识 不是咱们这到底干什么来了 来 吵架来了 一会儿没过门儿媳妇就来了 你管好那张嘴 你别在这儿静着 你行 有你提醒啊 谁像你爷那不会说话 人家二丫子从小就漂亮 挂得还来不清呢 你 你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从小就漂亮 是越长越漂亮 越长越漂亮 那是货事呀 可天 你看 你看咱俩谁会说话呀 要我说你这个死老头 你这张臭嘴 你这得得得得得得 没人到我得得得 你烦死个人家 你越臭越不照片了 我给你讲啊 你这 你就是个老婆夫 什么 不 你 你要是在下说 我 我就撕你走 你 别炸萌子了 你撕个看看 你撕个看看 你撕 你撕 你说 你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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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们好 我是白吉 这是白吉送您二饶的礼物 这是白吉父亲送您的药酒 没事 你们先忙 先继续炒 炒累了 他们会给您上菜 我们先走了 你那 四伙 那谁呢 这 二丫头 你撕 闹吧 你闹 让你闹 你把孩子都给闹好了 你闹吧 都怪你 我都替你丢人你 都怪你 让我说你这个死老头 你这张撤嘴 他得得得得得 我没有要到时候得得 你才能扯人你 我刚才给你打过预防证了 三十年如鱼日天天这么长 你瘦得凉吗 可这是 别可是 火花是事情 我怕见你身心 好吧 走吧 行了 行了 姐 忙着呢 姐 您看 海盟房人有空来了 咱一起吃个饭吧 是 不用了 之前喝了白酥送来的鸡汤 我要轻轻尝胃 姐 这个 白酥是不是挺贤慧 他平时经常熬汤给我喝的 你的手艺 和当年是一模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 这么用心 我肯定不能辜负啊 尽管卡路里是超标了 我也要全部喝完的 不是 姐 你说什么呢 真的是白酥做的 鸡汤这个东西太油腻 我是很少喝的 所以闻着就知道 姐 看啊 是担心他自己呢 你越练白酥 白酥越变本加厉的 你 你不是有急事吗 没有啊 有没有 有 这么大事我给忘了 你们俩先聊 你 你 大喇叭 姐 你别听得不说八道啊 这白酥根本就没虐我 我是那天一大早看他 起来挺折腾的 非要帮忙 看来我不把话说清楚 你是不会安心的吧 当你告诉我 空空的舞团 因为丑闻事件被调查 所有人都跳槽了 只有白酥一个人留下来 我的确产生了兴趣 并且 也调查了SD舞团的情况 和白酥的资料 我知道 我知道你肯定会去调查 我并不介意他整容 我也钦佩他敢于成人的勇气 说实话 我肯回来不是因为你 也不是因为空空 而是因为他 当空空告诉我 他是你女朋友的时候 我是替你感到开心的 可是他现在的表现 让我失望透顶 他是有点天分 但是太骄纵了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现在这样的表现 你还要继续惯着他吗 爸 回来了 白酥 那么快回来啊 我那个未来亲家和老林志呢 怎么了 吵架了 没有 没有 小松啊 是不是你爸妈 不喜欢白鸡 怎么可能呢 其实我爸妈呀他 那个药酒 爸 你让我带去的那个药酒 周叔叔特别喜欢 是吗 是吗 真的啊 嗯 那是我的酒啊 要说我应该跟你们一块儿去 以后有的是机会 您那么着急干什么 感觉你要急着 把自己女儿嫁出去一样 对啊 说对 你这小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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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素素 歇一会儿吧 我们能谈一谈吗 这屋啊 这屋啊 太小了 要我说啊 你就跟你爸上晚的商量 不行还搬回我那儿去吧 那怎么行啊 还不到时候呢 再说你爸妈现在关系还不好 咱们总得趁和趁和吧 我爸妈呀 那都是沉沉沫乱骨子的事情 打我记事去 他们得就一直吵一直吵到现在 没事 你爸妈 我爸妈 分得那么清楚 不不不我 我不是那意思 咱爸妈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咱们是 啊 我爸现在是同意咱俩了 但是你爸妈关系还不太好 如果我俩在一起 得不到他俩的祝福 那多不好呀 一家人在一起 总得和和美美的嘛 对啊 那你说怎么办呢 这事 我倒是有个办法 改天 我约伯母吃饭 你约上你爸吃饭 然后我们并分两路 各自开导开导他们 我觉得这个主意太好了 真的 就按照你说的办法 就在我餐厅里办 说他们要是打起来 我还好收拾 什么话呀你说的 你既然答应了 那你就得答应我 到时候你对你爸爸的态度 要非常好 我一定对他非常的温柔 我帮你倒点水喝 谢谢 我什么нее了 最近天呆都怎么来了 老头 你借了 其实我借了 我借了 你借了 做处 Jessica 怪不得不说吃饭 偷偷做了坚持的让啊 怎么样 看不懂 不过你这样画了 我就觉得是好的 我好想开电话室啊 开啊 我赞成 我投资 不用 我的积蓄也够的 你跟我分那么清楚 干什么呀 乌龙 我还是想辞职 这又高薪又轻松的工作 可不是说有就有的 可是我留在公司 不能给公司创造价值啊 我每天就管理管理这些文档 太浪费公司资源了 不是还有我的吗 我创造不就行了 可是我 没事 你想开化室你就开 但是呢 留在公司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什么必要啊 还有我呀 你看啊 年底奖金严重分红 我一样不会少你的 而且我比原来更多 你又不用拼死拼活 又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放心吧 你是我女朋友 不会亏待你的 老宝 那你周末陪我回家吃饭吧 刚吃过嘛 又吃 白吉跟周广松要结婚了 而且听说周广松的爸妈也会来 我是不是听说广松生意做挺大的 酒店 会所 连锁餐厅是挺多的 是一家人应该吃顿饭 嗯 好 好 喂 行 那我知道了 好 我明天临时有应酬 可能去不了 你不能改一天吗 好 不过董聪毕竟是未来妹夫 见一面吃个饭也是应该的 这样 下次我来愿 你几天没去舞团了 我是算你请假呢 还是算你矿工 团里不是招心人了吗 还需要这种靠关系赖着人吗 如果你是为了跟我赌气 而让自己过劳的话 是对舞团的不负责任 当然 你要辞职的话就另说了 辞 辞职 我什么时候我要辞职了 我是打算练几天再让你看看 再练几天 可你心里并不服气啊 你觉得自己已经很优秀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 你需要付出的还有很多 我为了跳舞都去整容了 你觉得我付出的还不够多吗 如果换张脸就算付出的话 那人人都能跳进莫斯科大剧院了 最动人的舞姿要靠身体展现 靠灵魂支撑 任何一个舞者都想跳主角 但就算一辈子跳不成主角 也要持续不错地努力 先做到这点 再来跟我谈付出吧 这画是你的朋友画的 这笔法还不错 可是创意构图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也打算创作一幅这样的画 是 这个点子是他想的 但我没时间画 所以我就让他自己画了 你和我看着 您别想那么多 我觉得他们那边 应该会喜欢这种类型的 可是他们喜欢你的画 不喜欢他的画 如果他们愿意给我朋友一个机会 我也不介意 送他们一股我的画 真的 那肯定没问题 我 我跟他们签了新的合同 你还要继续帮助我呀 您 您喜欢这幅画吗 意境不错 这不是一个人画的吧 这 这 这什么呀这是 不行 我觉得小松这餐厅 还是不行 港松已经是酒店服务业的龙头了 这还不行啊 你看 你看就是 就是一小碗蘑菇汤 二百八十八 这不摆明着宰客吗 咱们都实在人嘛 咱们都实在人嘛 那么赚钱 目的都不安 阿姨 现在吃饭 有时候讲究的是一个氛围 谁那钱是大风刮来的 你看这菜 活儿不实 这价格这么贵 不好 一点都不好 再怎么说 这也是您儿子的餐厅呢 就他开我才这么说呢 咱得实实在在做买卖 你这哪行啊 他实在的呀 他没有抬高价格 你看这个蘑菇 行行行行 我吃一辈子蘑菇了 什么好什么快也分不出来呀 你呀 今天请我来这吃饭 这是你的人情 你说我要不来吧 那就是不理你人情 可是 我一点都不愿意在这儿待着 不自在 真的 要不 你给我回家 我给你顿蘑菇 你尝尝阿姨做的 别这香多了 我跟你说吧 我做一桌子蘑菇菜 都倒不了二百八 不是 二百八十八 就这一小碗 疯了 小苏 你这餐厅不错啊 把你溜得半天了 过来喝点水吧 你别说啊 你念书不好 做生意还真没套 不是 你说你妈这人哪 就是不会享受 这小里小气的 你说 我跟她说过多少次啊 我说儿子现在发达了 是吧 也是讲体面的人哪 这你没事 你就跟我学学什么风度气质什么 这死活挺不进去 这一天到晚的 这不是跟我计较 这个就计较那个 这个 爸 咱俩俩难得出来吃一顿饭 能不能开开心心的 别老说我妈 我这不就跟你说什么 怎么这白鸡没来啊 吓坏了 您上次跟我妈俩 掐成那点啥也敢来啊 要不我都不敢来了 还不是你妈先挑的这儿 当着你们俩的面 跟我吵架 是一点都不给你面子 要提起你妈 我是一肚子的委屈 你说她 她 她 阿姨 你先别走 你听我说 小白啊 你心意我领了 小松非要这么赚钱 我拦不住的 但是我可不想在这儿待着 阿姨 再待一会儿吧 你还没吃饭呢 待什么 待呀 走走走 你跟阿姨回家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你笨蘑菇 妈 妈 妈 松 你在这儿啊 在呢 我以为你不在这儿 你是不是把那死老头子 也带着了 我就说嘛 白鸡飞拉着我 不是 杭静花 你 你可要是留点脸行不行 我留啥脸呢 我留啥脸呢 你这就惨了 我留啥脸呢 我上次就不愿意来这儿 你说咱们在家吃个饭多好啊 飞跑这儿来摆布 摆什么布啊你 你别别嘚噜 我说了这死老头 他还不高兴呢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你干什么你 对不起 叔叔阿姨 我都是我的主意 对不起你们 你们跟别生气啊 别生气了 大点事儿 那听不见这么这么多客人呢 炒了三十年了 还能炒出什么花来啊 他这死老头子 不是 你他怪我啊 儿子 你别嫂 你 祝你们炒得进去 儿子 你死老头子 快点 气死我了 来 慢走 这个是我的名片 我在美院还会待一段时间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 好的 谢谢 井罗林 大师啊 现在南方 大大地有前途啊 等我一下啊 不像白色吗 我这次回来你不开心吗 怎么会 我这次回来你不开心吗 怎么会 放心吧 我这次回来是谈项目的 你好不容易才把她追回来 我是不会破坏你的 你要是真舍不得我呀 你当初就不会放我走 我有今天还不是得谢谢你吗 今天地数之一也是应该的 就喜欢你这样的 你就让你爸妈这么走了 也不劝一下 还在这喝茶 劝什么呀 不用劝 越劝越来劲 这不没劝俩走得也挺好的吗 没用劝她 你妈妈不喜欢这个餐厅 你也不早告诉我 我妈她喜欢哪儿啊 她哪儿都不喜欢 她一辈子心打心酸 天天说我不老实 说我做生意滑而不实 我爸天天就唠叨 你说这两个人是不是绝配 我真的已经快疯了 我真的够够了 我让你来呢 就是想让你适应一下他们的节奏 那你故意给我看呢 我是想让你知难而退 你怎么不对我知难而退呀 那我说错了 是知难而进 然后呢 就让他们这么走啊 本来是想劝和劝和的 可是没成功了 没什么可劝的 他们一辈子怎么都过来了 没事吧 你看我今天还做了这么多菜 未来亲家没来 小李也没来 就连苏苏啊 也说排练来不了了 沐洛今天有应酬 实在走不开 都怪我 怎么没提前跟她说一声呢 投资公司嘛 就是这样 狗空应酬外人 没空应酬家里人 不要说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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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纪绺昕老师 您好 您好 请坐 看过你的作品 很想跟你再见一面 喝茶 谢谢纪绺昕老师 我也是很想见你 我想推荐我的朋友 白嫂给你 希望他在你那边 可以得到一些指导 白韶 这幅画 我知道你早就知道了 布局和框架是我画的 但其他的部分 完全是白韶自己画的 真的 坦白说 你掩盖得很好 你相当了解他的笔法 而且模仿得非常像 你怎么看出来的 有句唐诗说 谁为伤心画不成 画人心逐世人情 对不起 我听不太懂 透过作品 可知其人 你的朋友笔法细腻 却保守 表明他是一个 非常遵循既定规则的人 这样一个人 又怎么能做出 这么大胆的布局呢 他是有一些不足 但如果在你那边 可以得到专业的指导 会不一样 他一定会进步的 能进步的 只是一些技巧而已 我没有轻视的意思 只是以我从业这些年的 经验来看 你的朋友 真的很难在绘画这一行 有所突破 白嫂很有天分 他只是太压抑 他缺少的是认可和鼓励 我不希望他继续压抑下去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他 既然你这么有心 我也不能拒绝 真的吗 那太棒了 谢谢极乐领老师 不过 我也有个请求 希望你能答应我 如果我能做得到 我一定会答应 这些年 这些年 已经很少有新人 让我产生期待 很高兴 这种感觉 今天我找到了 不仅是期待 甚至是迫不及待 绘画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 对天分的要求 更顺于后天的努力 你具有这份天分 所欠缺的 只是一些技巧而已 没这么夸张吧 我很想为你打开这扇门 发掘你的潜力 这个比赛 已经举办了十几届 致力于挑选年轻 并具才华的画家 他可是具有 相当的含金量 通过这项比赛 而成为名家的 也有不少 我听说过 您是个大赛的 创始人之一 赛会对作品的要求不低 从你目前的作品看 显然不能达到要求 不过有我特别推荐的话 你可以去参加比赛 如果你愿意跟我签约的话 接下来 我会对你进行系统的技巧培训 使你在短期内 达到赛会要求 并以此为起点 走上绘画艺术之路 是 十五年 对 我是一个画家 一个老师 同时也是一名商人 在我看来 你的成长期不会太长 很快 你就可以拿出成功的作品 你放心 我不会压榨你的才华 你可以随意创作 你想创作的作品 橘若林老师 其实绘画 只是我的兴趣之一 我没有想过把这个 当成一个事业 那你为什么还在画廊打工 因为我朋友白嫂喜欢画画 我只想要有 更多机会跟她在一起 但是现在 我没办法跟她在一起画了 可是我还是可以帮她找机会 所以我才留在画廊 如果因为爱情的结束 就放弃你的才华 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橘若林老师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欣赏 但是 我并没有想当一个画家 我现在所拥有的自由呢 很快就要到齐了 所以我要让你失望 那你 还愿意见我的朋友吗 当然 我答应过你 太好了 感谢你 我答应了 老白呀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陪我抽屉买菜呀 我今天不上班 这下没问题 好 阿姨 上次我是想请你和叔叔吃饭 不好意思啊 回来 没事 别往心里去 老板呢 你这有鲜鲜的桂鱼吗 阿姨 你不 不好意思 今天没货 没货呀 算了 咱那别人看着看着吧 好吧 您慢走大前啊 好 老板 您这这紫鱼怎么处理啊 我打算带我去喂猫 喂猫 不不 您捡点点小的 别让你钱 我想把这鱼都买过去 您都买了 您想那猫能吃这么多鱼啊 你不知道 我们家养了八只猫 就这些鱼 顶多喂一个礼拜 我这鱼啊 卖三块 大姐您也要要啊 把三块钱给 你以为一斤几块了 你给我打包价 行不行 行 五十 五十 十五 大姐呀 十五块钱 我不能拿回药 我塞咸鱼了我 老板 那你开个价吧 二十五块钱这一顿 我也不撑了 你终于拿出来 行行行行 热了 你吃不吃吴嘛 在黑夜里 见识着爱情 伤身前不易 从始终学习 看镜子里 最真实的自己 幸福无罪 我不放弃 爱在客厅 深月光照明 泪流几滴 就这最后几滴 看电视里 别人的爱情 我的幸福忽远忽尽 我可以 只要你也一样肯定 我的举起不定 只是犹豫不是怀疑 哪一天你 说说哪一句 我爱你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以无反顾的伤悟 狂奔去 我可以 只要你 只要你也一样肯定 我的举起不定 只是犹豫 不是怀疑 哪一天你 说说哪一句 我爱你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以无反顾的长远 狂奔去 我相信 我愿意相信 消了所有坏运气 爱会来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